真能这样修行的人 你能否定他不是上根吗 上上根人才能做到 这个下面教给我们修学方法 但末直念去 这个末直一直念去 死心塌地一直念去 不假方便 不需要用任何方法来帮助 不落思量 你也不能有三行二义 这个法门 直起直用 自得心开 这是念佛的秘诀 古大德有提出来 正足双修 持明念佛是正修 再用其他方法来帮助 正足双修 正足双修 连持明念佛是正修 还用持明念佛做助修 正足全是持明 那要不要持战了呢 不用持战了 那为什么不用持战 你二六十中都有一句阿弥陀佛 你还能破战吗 你还能破战吗 就圆满了 可以说是三福 三修 六侯 六波罗蜜 十余 全在一句名号当中 真不可思议 离如实 思也如实 真能这样修行的人 你能否定他 不是上根吗 上上根人才能做到 第一线连句就说到了 当下破金席论 当初一切嫉妒分别 破金席论 俗智障 断了 除一切 嫉妒分别 烦恼账断了 嫉妒 是贱私烦恼 分别是沉沙烦恼 人家这一句佛号 能断烦恼账 能断所知账 故远 如是深妙之法 唯有马鸣等肉身大四 实能直下成当 彻底 活蛋 这哪里是普通人呢 真的 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是念佛人呢 八万四千法门 找不到这样功夫 纯净的人呢 他捏捏 与自行相应 你看 慧能大师坚信 自行是什么样子 他说出来了 自行是情境 何其自行 本自情境 自行不胜不灭 自行本自具足 自行本无动有 你看这一句佛号 跟这些相不相应 末后很能生万法 所以 我们读四十话言 看到善财同志参访 得云比丘 得云比丘 修波诸三位 给善财同志 开始 二十一种念佛法门 那二十一种展开 就是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 为一切众生 所讲的一切法门 一句阿弥陀佛 通通 不喊了 展开 就是能生万法 无量无边法门 没有念 离开阿弥陀佛了 这很得了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